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有想念我吗?不好意思,昨天因为太忙啊 就没有给大家录影 因为昨天星期一呢,一般都是最忙最忙的 我一整天呢都在采购,帮公司采购当中啊 然后呢,晚上六点钟呢又约了会计师 我们两个人一年见一次面啊 然后一聊就聊了三个多小时 九点多才聊完 然后九点钟以后呢,就朋友来就叫我和他出去玩 聊天喝酒啊 然后我们就出去就是聊聊天这样的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家 所以真的是孩子不在家,完全是轻松啊 轻松愉快 就一直忙到十二点 所以没办法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录影 好,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啊 废话,现在进入主题啊 今天的主题说什么呢 做的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 我们应不应该有目标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 我朋友说,哎,我的表弟啊 他有时候想的太过于夸张了啊 就说,就说他朋友把他的梦想讲给他听 他的表弟讲梦想给他听 他觉得这个梦想太不切实际了啊 然后我就说,哎,做人们要脚踏实际的 就说,不一定要什么太过夸张啊 怎么怎么样的啊 然后呢,我就跟他这样说 我说,有时候是,咱人吧 不要想太夸张啊 因为有时候人是个人的爱好啊,兴趣啊 还有你自己能力问题所限啊 不一定是人人都可以有梦想都能实现的 但是呢,我说,但是呢 你可以没有梦想 但是不可以有,没有目标啊 我们经常有人会问 哎,我们的人生的,活着人生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活着人生是没,本身啊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呢,是我们自己给我们加进去的 就是我们人生有没有意义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想要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并不是说,有的说,哎呀啊,什么事啊 有的人经常怨天尤人啊 怨地,怨别人对他不好 怨上天不公平啊 其实都是错的 就是说,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要应该谨慎地来审视一下自己啊 如果你自己的人生 你自己没有organize好 就是没有整理好你的life的话呢 就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同样的,外界上天当然了 花些exit就是特别的事情发生的 没有人是想要发生的 但是,要看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心态 来处理这件事情 让它变成好,坏事变成好事情 所以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一切 都取决于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 同样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也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去给他定义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你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当,就是,就是 我一个朋友他就说 他说他自己是劳碌命啊 因为他很勤快 喜欢做工 停不下来 他也不喜欢停 然后,然后他说 他就说,哎呀 我自己是劳碌命啊 就是说没有福气 怎么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 我说错了 我说你 是不是劳碌命 你有没有福气 取决于你自己 你自己是不是enjoy 如果像他们这种停不下来的人 你让他天天跟躺上 他就,对他来说就是遭罪啊 是吧 我说,关键是你的心态如何 当你工作的时候 你忙的时候 你是不是开心的 你是不是很enjoy这个过程 你是不是当你把你一件事情做完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嗯 有成就感 这就是你的life 这就是你的lifestyle 就是你的人生的就是 这个样式 你生活的 生活的style就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辛不辛苦 或者说有没有福气 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 难道有的人 有的人就喜欢贪在那儿 就说,对 就是比方说 你很有福气 你不用干活 你躺着那儿就可以有钱收啊 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我跟躺久了 我也觉得 我的人生是干嘛的 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整天躺着 我什么不干 我是来干嘛的 难道就是坐着吃等死吗 就是,就是 所以怎么样来说有福气 有福气还没有福气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意义是处于我们自己怎么去想 怎么去建造它 怎么去建立它 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目标 要有规划 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你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根据你自己的想象力去 来追求你的人生 不能说 虽然我们有的人说 哎呀,你的梦想啊 太过不切实际了什么 who knows 谁知道呢 是吧 就像我现在做YouTube一样 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是我的YouTube 是给我留着退休用的 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妈妈说 我的朋友有时候说 哎呀,我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 做一些没用的事情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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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 我自己说了算 我自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在于这个钱的问题 而是每当我一个video播出去的时候 有朋友跟我说 哎呀,谢谢你啊 播着我的video啊 我们很受益啊 我就很开心了 这是一个是 从你们的方面 我得来的好处 第二个方面的是呢 在我通过我拍video的时候 我的生活改变了 我的生活真的在改变 我的 我有存下钱来 我的生活在变干净 我的生活在变轻松 变愉快 我这是我真正得到的东西啊 who care你们在说什么 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 别人认为什么 只要我们自己享受就好啊 你想他说 你的YouTube 我的YouTube一天只挣一块钱 可是我现在已经升到一天 挣两块钱 然后可能还会三块钱呢 如果我一天挣一百块钱呢 可能还会更多呢 who know 谁知道呢 如果我现在就不停的upload video 等到我老了 五十岁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有很多很多video了 可能已经可以挣很多很多钱了 我谁都不用靠 我靠我自己就可以吃香喝辣的了 是吧 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的梦想 可能有时候说出来会被别人笑 哎呀 你这个梦想太不切实际了 怎么样 who know 谁知道呢 只要我们有这个目标定在那里了 而且我非常enjoy这个过程 我非常enjoy这种录影啊 和大家分享啊 而且我的生活确实在改变 就算有一天我忽然可能我不做video了 但是我确实改变了 我确实受益了呀 钱来多少没关系 如果它将来能越钱越滚越多 那是最好的 我如果真的可以靠YouTube养活我自己 来有一个非常安详 非常愉快的晚年的话 那我就是挣到了是吧 但是呢 这个只是一个远远的目标而已 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可是呢 同样的我也非常enjoy的 和大家分享啊 聊天啊 说话呀 然后呢 我给你们带来能量 你给我带来能量 我们一起来把自己的生活都会非常愉快 你们在世界的另外一头 和我一样都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而我在这边也是大家一起互动着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你知道吗 每当我在我的YouTube上面 我看到 就是看video的人啊 人群啊 最多的是台湾 然后香港 然后是美国 加拿大 新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是比较多的哈 甚至呢 还有什么 有冰岛的 还有阿联酋长国的 就是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朋友 都有机会的话 我要给大家读一下 你们 我的观众 应该抱一下道 我是哪里哪里来的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因为 我当时看到之后说 天哪 真的是网络可以让整个世界都变成 变成像一家人一样 就是 我经常可以和这么这么多国家的人 同样都是听国语 说国语的朋友们一起联络 一起来 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为着自己梦想中的生活而努力啊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情啊 整个过程我真的真的非常隐忠 别的朋友可能是 并不是理解我这种 我这种做法 想法 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隐忠 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 这是我一直一直梦想想要做的啊 像昨天我和会计师聊天聊起来 他就说说 他就他也是就是说 我的称赞 说我的business被我运营的很好啊 而且就是说我 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在澳洲开business可以开的这么轻松的 然后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梦想 啊我的宝宝来了 你看 宝宝 过来打个招呼了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然后 然后就是 然后他就说 很多澳洲做生意就比较辛苦啊 一般都是因为人工比较贵 都要靠自己在看守啊 自己在店里打理啊什么的 而我就说 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呢 其实是因为我比较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从小的梦想 我就是希望像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然后和大家聊天 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妈妈看到我的youtube之后呢 她就说 哎呀你看上去 要打扮一下呀 减减肥呀 瘦一点啊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说 我说 如果我的youtube是靠我的美貌 来吸引观众的话呢 我的美貌是有一天是会消失的 如果我的youtube是靠 华丽的背景吸引观众的话 华丽的背景 如果有一天 人也会有看腻的时候 但是只有 只要是我 如果我这个youtube是靠我一张嘴 而可以吸引到客人的话呢 只要我的一张嘴还在 我的youtube就永远是存在的 所以我在做youtube之前 我要首先要明白知道的是 我的就是观众群是什么 而且我是靠什么来吸引大家的 我这一张嘴巴 可能人嘛就是说 说多得有错的时候 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诚的心 来对待大家的话 我也相信 大家也可以去比较体谅 可以原谅 如果有什么说错的 我相信大家也会可以感受到 我的真心真意啊 所以今天呢 今天呢就是讲到 人生为什么有 应该有目标 我觉得呢是应该有的 我们应该给自己赋予 这个目标呢 就是给我们自己人生 所赋予的意义啊 你没有远大的梦想 但是你一定要有目标 这样的话呢 你钱才能存下来呀 你的生活才能变得有动力呀 像如果你有了目标 你给自己定了目标之后呢 你整个人就变得啊 就是感觉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动力啊 就想说 有个网友在网上说 你就算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马拉 那个法拉利也好 甚至一个火箭大炮都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 你就会变成 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就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所以在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现在呢 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哪怕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哪怕你是一个无名小族 哪怕你是生活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目标 你的生活就有了意义 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啊 我们的目标可以很小 可以比方说 我今天这个星期 我的目标就要存到多少多少钱 我下个目标 就是我希望我家里边 那个东西达到什么什么程度 我的房子要公完房贷 哪一年公完房贷 这都是目标 这都是可以算是 你把你的人生赋予意义的方法啊 所以呢 人生我们人生可以没有梦想 但是必须要有目标 这样呢 才能真正的赋予我们人生意义 我们生活才能变得有energy 有动力啊 好嘞 我今天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没有播video嘛 我觉得非常抱歉 所以今天就是录了这个简单的video 一会儿呢 我还会继续打扫花园 如果我今天可以在定时可以在定时打扫完的话呢 我就会给大家放上放上这个录影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整个打扫发源的过程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 大家一起努力 拜拜 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妈妈家养的两只小野猫 Hello Hello 这两只小猫是小野猫你知道吗 嗯 这一只呢 这这一只呢 是以前他妈妈把他留在家院子里的 这是他后来生他自己生完的小猫猫 现在这个又怀孕了 又大肚子了 看两个都很乖 然后这只这只小猫猫呢 已经在我妈妈家定居下来了 整天和鸡 和这些鸡 和这些鸡生活在一起 天天和鸡在鸡窝里睡觉 这个小猫也很可爱 从小的妈妈家院子长大的 看这个是 这个现在就整天就往外跑 又怀孕了 怀孕又回来了 现在我妈定是给他们喂餐吃饭 嗯 这两只小野猫 这是小野猫 哎呦 这是完全生活是不一样的呀 他们就在院子里边 然后也不进家门 然后不像我们家伯伯那么幸福 那这两个就是在外面 每次我妈给好吃的 就先去叫她妈妈回来 不管到 这些图像